你就是,你隨時可以當公民記者啊,你就是可以報道出來的 那,還有嗎? 還有一個就是說,公民記者其實就是在我們自己最熟悉的領域,協力最熟悉的東西 那像譬如說我就是一個媽媽,那我看到學生靜坐 其實我比較擔心的是他們怎麼吃飯,怎麼起早,要不要睡覺 所以我這一次是在禮拜六的時候,那因為我自己的關係,我題材也有受限 所以說我後來就是,因為平常我們會建立一些跟一些公民團體的一些有建立關係 所以我一直有在幫好人會館,他們把訊息也都會提供給我 所以我後來在禮拜六的時候,我就是幫好人會館,他貼給我的訊息 就是他那邊,就是剛剛其實在這邊幾步路而已 所以他們是免費提供住宿 給近桌的學生住宿起早,還有可以吃東西的地方 那我就寫這一條,那這一條,因為我的部落格是在新頭殼嘛 那新頭殼我才PO上去,因為總製作中風家 他就非常的留意這些東西,他馬上,我寫完之後我就去睡覺了好不好 睡覺之後我這個繼續發生影響 就是中風家馬上就把這一條拉成他們心頭殼的新聞 那新聞一出去之後,其他的媒體就會開始注意了 然後所以說馬上那個隔天有上MSN,這已經是新聞了 然後那個一電視還有中天還是哪裡,電視就去採訪了 因為畢竟在我部落格裡面的影響是比較小的 是當他新頭殼發生新聞的時候,第二天又上MSN 然後馬上又吸引電視劇,馬上那個好人會館忙到翻了 然後說現在不能睡了,只能夠排隊洗澡用兩個鐘頭 那充分的這個資源就出去了 就是我也是用我最熟悉的東西去寫 那這個也是會是一個有幫助的新聞 OK啊,我常常講 我上次去大安社大概沒有跟大家談到一個觀念 就是說,因為其實以我們公民記者來講 也許我們跟的不是那種很大的 所謂不是很大的話是 因為以你們來講,你們不是專職 我們不要講專業,我們講專職 你不是專職的記者,你不可能一直挖在這裡 然後一直去報導一些大的題目,對不對 我想這是大家的限制 可是當你來,你看到觀察到一些題目是可以去抓出來談的 而且你也寫得很豐富的話 我想你,譬如說藉由臉書,藉由什麼去傳 然後是不是會有什麼樣的媒體就來跟他 點火 嘿嘿嘿,熟靈聽好幾次 這是我們講的點火 不是放火 不是放火 不是放火,是點火 有人會說我是放火 就是說,其實我們都是在點一個小火 點一個小火 因為我們不是專職的記者 或是說我們沒有那麼大的 假設你是一個大報紙或是一個大電視台 你可以報導一個什麼樣的大題目 然後丟在那邊自然會很快 可是我們可能沒有那樣的管道 那我們也不能說我們丟的東西都不會有人關注 我絕對不認為是這樣子 譬如說剛剛署領那個例子是 丟一個點出來,然後就會有人覺得那個是重要就會去跟 好人會管就會收不下 那很明顯的大譜的事情就是這樣子 就是丟出來以後網路就一直傳 網路一直傳 而且網路會幫你傳 網路會幫你傳 那就是你談到一個重點 談到某一件事情的重點 那這樣子它就會發笑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大家可以再追 就是因為我們家小的 剛好今年在做那個大學推增嘛 然後社會系今年的成績到底是提升還是降低 這個之後可以追 對啊 所以你兒子要念社會系嗎 他沒有 他不是 對 因為今年很多人學生 他想念社會系 父母不他念 沒有 還是父母家去念的 這個可以做一個調查 應該要念公共行政系 公共行政系 因為這次學運 大部分是社會系 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子 也許大家看過以後可以 當然怎麼寫 我想你們上課都有教過 只是說 我們有一些大概的描述 整個大概的描述 然後我們再去針對某一些點 某一些點我們是不是比較深入去談一些事情 那至於什麼題目 我想 也許就看大家自己有興趣 那 那 你會分享 假設看到一個有興趣以後 怎麼去接近他們 怎麼接近他們 跟他們開始互動 可能 那個 柏仁 看到柏宏 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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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喜歡 有一個題目的話 我想當然最簡單 你就是表明來意 表明來意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是 就是說 當然要問你是誰 假設 假設你是 我們講的一般媒體 你可能有個名片 你有個名片 那你拿出來 就是說我是蘋果 我是什麼 醫電視 那訪問他 他就會直接跟你講說 要不要讓你放過 我想有些人他會看出來 不要跟你訪問 有可能 可是以公民記者來講 一開始你會面臨一個問題 當你面臨一個問題的時候 人家問你是誰 你們要怎麼說 你們有 大家有講好 要怎麼說嗎 沒有 社大 社大 社大怪怪的 講社大 或是說你們就直接講公民記者 所以你們就直接講你們是公民記者 我想現在慢慢 尤其是這種場合的人 人家都應該都應該比較能接受 因為我們如果想採訪 你私必回來 你一定會寫報導 所以說 準備名片是必須的 然後事實上你的部落格也是必須的 免得你像詐騙集團 對真的 因為我剛開始不是這種場子 出去採訪有時候是採訪醫藥 甚至是我的學姐幫我安排人讓我採訪 採訪的那個我第一次跟他說是新頭殼 讓他知道我至少我會發表的地方是在這裡 讓他同意 那才不會說像那個今天光文豪老師也有講 我們在做訪調的時候 那採訪的東西事後人家後悔不讓你等 那個也會有問題 所以是不用到要簽授權書 但是至少要讓他知道 我將我的你的名片給他 然後你的部落格給他 讓他知道將來你講的東西 會在這邊發表 甚至說我會跟對方要資料 他的email或是什麼的 說我寫出來的東西 我會讓你看一下是這樣 你同意了我才登上去 這個我想因為你屬令比較久了 可是其他人當你都 我想應該沒有嘛對不對 可是當你去 當你跟人家談的時候 你怎麼樣說到讓人家信任 我不知道咧 我很少被拒絕 我很少被拒絕 我不曉得 就是說你們在談的那個過程 是不是你就是 我是公民記者 我想來比較深入了解這樣的事情 那你願不願意 那當然他會問 那你是怎麼樣 有時候甚至你要花點時間 去談公民記者這件事情 假如他們願意的話 那你也趁這個機會 推銷一下公民記者也不錯 那假如你沒有名片 假如去說清楚了 人家願意了 那就很好 那 其實有時候 道也不一定 像剛剛因為會想這個例子 是小應 有時候我並不是這樣直接的 而是 我是 我不表明我是要採訪 就是說你 你不是以採訪那個目的 去跟他聊的 而是你就是聊嘛 譬如說你在這裡 你怎麼會來啊 你就是一個好奇的心理去 先跟他聊 那有時候他也比較沒有防備 因為有時候 當你說你是 他也許不知道公民記者 可是當他聽到記者這個事情 他就防備心就起來了 那你就 不要說你是公民記者 什麼記者 你就是跟他聊嘛 聊聊聊 那有時候你這樣的狀態 那你反而會聊到更多 那當跟你 他也跟你聊手了之後 那你再來說 你可以甚至表明說 我是 譬如說像 像我都會說我是公視的 Apple的不明顯記者 然後我會說我不是公視的 因為他們不只我們一名片 可是人家常常聽到公視 就比較信任 因為公視 畢竟人家說公視 甚至他會以為你是記者 然後我就 我就會特別說 我不是公視的人 我們是一般的市民 我們想來做報導 然後就跟他講說 那你可不可以讓我採訪 那人家變異 那你就是說 我們現在 其實有時候 譬如說我們要訪問人家 都要你提幹嘛 對不對 那可是當你對那個東西 不是那麼聊 除非說你在家都做好功課了 那來你針對他有時候事情 你也不太那麼清楚 所以我常常會是經由那個聊天的過程 去把那個提綱想好 那因為我又是用錄影的 我懶得寫 所以我通常是用錄影的 所以我的提綱就會很重要 也許我在那個過程 我已經談好幾個 已經想好幾個題目了 那我就會跟他講說 待會 就是他願意被採訪的 那就來